11月31日,韩国演员宋慧乔和宋仲基在首尔举办非公开婚礼 韩国超显示报当天报道称 中国媒体对这场婚礼进行了直播,属于偷拍 婚礼现场几乎半个韩国娱乐圈艺人都去了 张子怡也出现在了婚礼现场 她却参加婚礼的消息还一度登上了热搜 这场双送世纪婚礼引发了中韩两国粉丝的热烈关注 中国粉丝还准备了重达40斤的鼠秀运往韩国 送上对偶像的祝福 早在婚礼之前,双送的经纪公司就曾表示这是一场非公开的婚礼 不过在婚礼开始前,中国媒体却进行了直播 还没指责这种行为属于偷拍 还没推测中国媒体应该是在新罗酒店的坊间里进行偷拍的 在他们曝光的直播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岁月标志 而岁月娱乐所属的北京风趣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汪峰名下的公司 为此媒体就偷拍一事,询问岁月娱乐官方 目前尚未收到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